好,我们接下来要上的是昼夜跟祭祭 对,今天就会教完 昼夜,就是白天跟晚上 为什么会有白天跟晚上 就是太阳会东升西落 太阳会升起,太阳会落下 太阳升起来叫白天,太阳落下就叫晚上 太阳为什么会看起来东升西落 是因为地球在自转的关系 地球在自转的关系 所以呢,太阳看起来就会东升西落 现在图片上这张图 以后的考试可以考这张图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来白天跟晚上 这张图目前显示的是白天跟晚上一样长 因为半径嘛 所以白天跟晚上一样长 叫昼夜相得 那以后有别种图 所以看出来白天跟晚上会不一样长 不是以后的时间 这张图以后会出现 用来考你白天晚上长跟短 OK 好,我刚刚跟你讲说地球会自转 地球自转 所以呢,太阳东升西落 太阳升起来叫白天 下去的时候叫晚上 所以有昼夜之分 问题 就会出现 因为有昼夜之分 很好 因为有白天跟晚上 因为有白天跟晚上 这是一个标准的错误答案 古人就看见有白天跟晚上 古人怎么说的 太阳绕地球 太阳升起 太阳落下 所以有白天跟晚上 所以有白天跟晚上 没有办法阵地球会自转 那你怎么知道地球会自转 有两个方式 一个方式是国中没有教的 伯科板 伯科板是一个摆长很长的单板 通常是摆长非常长的单板 然后在那边摆一种 你们理论上要开解才会要 就是摆长很长 周期就摆得很慢 然后你在旁边看它 你会发现它的摆面会转 这边在摆 现在它摆 它摆面会转圈圈 摆面会转圈 摆面会转圈 为什么 想象一下一个球 在转动 你在最上面这边拆根 摆在摆动 然后呢 你看你的球在转 你的球在转 让它们看 你会觉得谁在转 摆是没有转 没有动 的问题是你的球一定在转动 所以看起来你会认识谁在转动 是那个摆面在转动 一天会转一圈 想象一下在赤道 插一根 摆面在摆 摆到一根 摆面在摆 摆到一根转一根圈 之后摆面会不会转 不会 所以赤道摆面不会转 所以赤道摆面不会转 所以佛科巴 是来证明地球在自转的方式 这个国中没有转 但是下一个国中有转 周日运动 当会会给你解释 什么叫做周日运动 它可以证明地球会自转 证明地球会自转 地球怎么自转 说法一 北极向下看逆时钟 在前面讲过对不对 说法二 由西向东自转 北极向下看逆时钟 南极向下看顺时钟 但是不管顺时钟还是逆时钟 都是由西向东自转 自转轴对着北极星 由西向东自转 因为自转轴对着北极星 所以就会有所谓的周日运动 那会会告诉你 就这个周日运动 周日运动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恒星每一天 都会由东向西 到北极星转一圈 所以拿着照相机 面对北极星 做长时间的曝光 你会发现 看到照相机 就会出现星机 到一圈一圈的星机 白和星机 这就是所谓的周日运动 周日运动 所有的恒星 每一天由东向西 到北极星一圈 为什么是到北极星 因为自转轴对着北极星 那这个东西可以证明地球会自转 为什么 为什么它会证明地球会自转 因为 因为要大家都这样绕 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 北极星就是宇宙的中心 所有的恒星 每一天都会到北极星做运动 这个当然跟观测结果不合 第二个 第二个 其实你们都不会动 想象一下 你踩板上的那些灯 也不会动 你的手背着一个点 然后你自己转 你自己转 那 你自己转 别的灯都没有动 可是因为你是认为自己不动 所以就会说它能朝 反方向你动 像捷运上面 捷运往前开 景物会像后退一时一样 所以我自己由西向东转 那看别人怎样 由东向西转 由东向西转 然后呢 因为你的自转轴 对的是北极星 北极星 北极星会不会动 就不会动 北极星不会动 所以 叫周日运动 所以我们说 周日运动可以证明地球会自转 周日运动有几个 要学习跟考试的重点 重点一 第一 大家 转的角度是一样的 我们说 这里有一颗星 这里有一颗星 这颗星 在这个时间里面转一个角度 这颗星转个角度 同样时间 同样时间 这两个角度 谁大 一样大 第一颗星 第一颗星转 15度 所以这个可以让你考计算 我拍一个照片 我说我走了30度 假如拍几个钟头 两个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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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四个钟头 会走几度 60 这样 所以呢 大家在相同的时间 会走过相同的角度 走几度 一个小时走 15度 还有 怎么走 每天由东向西到北京转一圈 对不对 那你这个是面对北方 国中只有考面对北方 你高中就考那面对南方 跟面对东方西方的 也要做状况 高中会有面对东方西方南方的地方 我们国中只有面对北方 面对北方由东向西转 所以看起来顺忠不其中 面对北方右手中还是左手中 右手中 右手中 由右边走到左边 所以顺忠不其中 逆时中 逆时中 所以看起来逆时中 OK 所以这是第一句话 大家在相同的时间 走过相同的角度 第一个 它重点一 它是往北看 它是逆时中转 重点二 它在相同的时间 走过相同的角度 重点三 它一个角度走 十五度 等一下走十五度 OK 同时 因为你自转轴对着北极心 所以北极心就不会动 好了 我考你 我国中老师考你 你结果回答 北极心不会动 高中老师考你 北极心会动 因为我的自转轴没有刚好对着北极心 北极心 北极心旁边一点点 所以北极心还转到很小很小的一点点 我考你 国中老师问你 北极心会不会转 你就给我写 不会转 高中老师考你 北极心会不会转 就给我写 不会转 OK 就是会转 不一样 OK OK 然后呢 下一个叫做 北极心的羊角 就十万差的纬度 图上面跟你写了 北极心从无限远平行光照进来 所以 这两个角 相等 为什么 同位角相等 所以 这两个角相等 为什么 同余 加起来九十度 同余 所以 这两个角相等 同位角相等 这两个角同余 所以呢 也相等 所以 那么 底下这个P 就是所谓的纬度 上面那个P 就是所谓的羊角 羊角就是水平抬头 叫做羊角 水平抬头五度 叫羊角五度 水平抬头三度 羊角三十度 所以上面的P 水平还叫羊角 所以 北极心的羊角就是 水平抬头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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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度等于尾度 就是第一个 我还会再学一个 那一年啊 我教同学 讲完这个完以后 我就问同学有没有问题 就有人说他不懂 他说哪里不懂 他问我一个神奇的问题 他问我说 什么叫温度 他好棒哦 太棒了 我说那个不是应该是 那个不是应该是 国一的地理教过的事情吗 我们地牢是很烂 新疆的公司 新疆的公司 我们地牢是叫的很慢 没喝 所以我们在找忙 对对对对 我们新来的地牢是第二个 好啦 北地牢 这个上司 你们的学长 你们那个学长在考 地牢是一个 一考我自己去吃 谢谢